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马卡龙的主要材料是蛋白和杏仁粉 所以又叫做蛋白杏仁饼 在欧洲已经有400多年历史 讲到它的起源 坊间有很多个版本 有人说它是16世纪由意大利的美帝其皇后引入去法国 而另一个说法 就是17世纪著名的法国饼师阿当亲自制作 见给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四的结婚甜品 虽然各有不同的版本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初期的马卡龙 只不过是用杏仁、鸡蛋和糖制作的简单小蛋糕 直至到20世纪初期 巴黎一位饼师利用三文字的夹法 将它改良成 现在两块饼夹着一层馅的小圆饼 外层口感薄得好像蛋壳般松软 而内层就是软棉的糖心馅料 层次极其丰富 令人一事难忘 好了,现在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怎样做一个马卡龙 你看它的设计其实很简单 但是我们可以变很多不同的造型 颜色 又或者可以放一些生果去配搭 那现在不如我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材料的份量先吧 材料有 蛋白70g 糖霜200g 杏仁粉95g whipping cream125g 巧克力125g 牛油15g 工具有 电动搅拌机 牛油纸 橡胶刮 折花气 食用色素 鲜粉 刮笔 刮笔 好了,现在就用蛋白 就发到它起泡 之后我把糖少许少许少许倒下去 现在把它放好 好了,你看到现在起泡泡白色了 我现在就会放糖 然后少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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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少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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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放好 好了,你看一下现在很清酱 现在的步骤 那些韓文人粉就不要直接倒下去了 因為有時候會有這一塊塊的 其實這個甜品真的很容易做 但甜真的有一個甜度 所以我就會用一個黑朱古力做一個cream 如果我再用一些比較甜的Icing sugar來做cream 哇 甜上加甜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因為我想做三個色素 我現在就分開三個碗了 用來拌色的 大約 我現在就拿一個或者粉紅色 那怎樣染呢 很簡單 我拿個羹倒少許 放心 因為這些顏色就可以吃的 因為始終買用來做甜品吃東西那些食物 真的要一分錢一分貨 吃下去比較安全 安全感 你看看 就是這樣染的 功夫就比較多 但是你做好了出來 很多色彩自己看下去都很開心 三個色已經搞定了 又簡單又快脆 OK 那我現在切了 你看到它這裏不平的 很簡單 因為如果它這裏不平 你擠了出來 那它那個馬卡龍 或者形有少少不同 我現在就用好少少 擠少少在這裏 擠少少在那裏 這樣 你看看 我就可以黏緊它 不怕那裏升氣了 我先黏在那邊 而且你記住 如果你還沒放焗爐的時候 你一早就黏 然後就不行了 之後它乾了 它就會脫出來了 所以你軟焗的時候 才擠 才去做 OK 現在就黏緊了 有時擠馬卡龍 都要有多一點練習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初一做 你又會擠得太大 而且尺寸各個都會不同 總之你看到現在有個尺寸 不用擔心 我們會解決 其實夏天就真的 一定要放雪櫃和開冷氣 因為澳門始終的天氣 真的很熱 又濕黏 剛才我說了 剛才起了尺寸的 你看看現在 已經平了 多漂亮 不過如果有一個方法 很簡單 如果它繼續有尺寸 沒有平 像現在這樣 你看到它煎出來 你就可以拿著它 又或者你就可以拿少許的水 在手上 在頂上 或者你稍微掃一下它 它真的會平 就要放在焗爐 焗150度 就20分鐘 記住不要放在中間 就要放在最頂上焗 製作小貼士 做馬卡龍的技巧 製作馬卡龍的選料非常重要 選用越幼細的杏仁粉就會越好 也要挑選唇糖粉 因為有雜質的糖粉 會影響馬卡龍表皮的光滑 杏仁粉和糖粉 要以1比1的比例混合 而且要篩選多次 以達到最優勢的效果 好的麵糊擠出來之後 它的丹位就會自然消失 擠好的麵糊放在這裡封乾 當表皮稍微變乾 用手指輕輕碰碰 麵糊就不黏手 這樣就可以焗了 放入越熱的焗爐 以上火溫度攝氏210度 以下火溫度攝氏180度 焗大約10分鐘 這樣出來 就會有馬卡龍標誌性的雷絲群邊 假如糖是用得太少 雷絲群邊就出不來 因為群邊是由糖將溶解流出所造成的 一個完美的馬卡龍 雷絲群邊是很重要的一環 也有少女的群邊的稱號 挺有思義的 好了 你看看馬卡龍焗好了 你看看是否有顏色 漂亮得多 還有什麼時候焗好呢 是OK的呢 你看看底部 是平和滑的 你看看 就沒有爛的 因為剛才也說了 如果焗的時候放在這裡 焗好的時間 你拔出來 它中間的深 還想黏著牛油紙 就證明焗的時間未夠了 你就怕如果再放在頂上 它會焦或太久 底部是否可以 你可以放到焗爐最底部 再焗多它一兩分鐘 然後再拿它出來 不要馬上拔 你再等它 沒那麼熱 你輕輕這樣拿 它已經可以變得很平滑 每個都是變成這樣 好了 我們有三個顏色 我剛才用了朱古力霜 就要拿朱古力 還有那個 揉拌和牛油 就放在爐上 輕輕地整容它 那就OK的了 現在我就拿回枝花器 我先去吃 我自己在法國沒有吃過正宗的 所以我覺得 希望我有機會 自己可以去到那邊試一下 OK 一杯 就OK了 我現在再放另一個 甜品 真的有時候 甜品真的做好了 你不是要用來吃的 是真的志在拍一張照 自然 我懂得做了 我做了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 我現在做的小粒 你可以做它 大粒一點 大快一點 為什麼呢 你做大快一點之後 你又做了一個 或是乳霜 就可以不用朱古力 你做好了之後 然後你裡面 可以拿士多啤梨 或者那些 麥莓等 做裝飾 然後也可以很漂亮 好了 做好了 我就預備了一些閃粉 這些閃粉是可以吃的 它是一些糖的粉 又是美國出的 所以我就很放心地吃 我先倒進碗裡 油了之後 真的很漂亮 好像幫它們化妝 立即閃光 很鮮 而且它不是說 那些閃粉是糖來的 你不用怕 放進去 很膩很甜 就不怕 所以每一樣東西都是要包裝的 好了 現在綠色了 我就喜歡用白白的去油它 是不是 看多漂亮 它真的馬上不同了 是很鎮定 好了 油剩一粒 就可以了 那這個 我就可以放在可可粉 就是這樣 放一匙 很隨意 是少許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太多就不漂亮了 隨意一點 如果你可以買到那些 金箔 快快的那些 你可以放在中間 撕少許這樣放 令到好像很高級的感覺 那你就看看這個馬卡倫的 家裡自製的 看你喜不喜歡 營養成分 美味的甜品 除了脂肪和糖分之外 當中其實還有很多有益的營養 就好像這個甜品用到的 杏仁 杏仁裡面 含有人體缺乏的礦物質 好似鈣 甲 鐵等 有預防高血壓 骨質疏鬆 貧血 維持免疫系統的功效 含豐富的抗氧化物質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具有改善血脂肪的功能 杏仁也含有豐富的維他命E 維他命E 除了能夠促進血液循環之外 還能夠預防細胞老化 和DNA受損 可以降低幻想老年痴癌症 和糖尿病病發症的風險 另外 杏仁裡面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能夠促進腸道蠕動 有助便秘的改善 可以預防結腸癌 今集我想跟大家分享 做一個巧克力菠蘿蛋糕 但它本身質地都是軟軟軟的 但都會用麵粉 我先介紹一下材料 材料有 牛油 125g 可可粉 兩湯匙 絲奶 60ml 蛋 3隻 糖 185g 麵粉 155g 菠蘿 兩片 工具油 電動攪拌機 20cm蛋糕模 單餅煲 牛油紙 醬膠粑 麵粉 西 好了 現在放牛油 慢慢融 再拿奶 其實所有東西都放進去 慢慢融化就可以了 最後的可可粉 都放進去煮 現在就要把牛油 所有東西融化就可以了 現在就拿雞蛋了 永遠都是同一個步驟 我現在先化它 它已經拌勻了 我現在就放些糖 小小小小小的灑過去 這樣就要發到它 好像creamy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已經發好了 你看剛才 比較稀 現在還有 它的蛋白和糖 發起了之後 它真的升起了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的步驟 就是 將麵粉 先拆開它 好 你看看 現在漿了很多 那我就可以 混合剛才煮的 可可粉 牛油 還有牛奶 平時在家製作食 我真的一定不可以 沒有維裙 是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要不然衣服 很不小心 又會骯髒 又黏了可可粉 還有彈出一些朱古力 但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 拍攝節目 所以擺圍裙 沒有那麼好看 就不想遮蓋衣服 好了 你看看 現在好像一個朱古力慕 這樣就完成了 我現在先放在它一邊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拿兩塊菠蘿 切它一粒粒 其實老實說 譬如說 我真的很喜歡做食物 但我比較 偏向 喜歡做衣服 比較多 因為每次造型都不同 可以去設計 配搭顏色 公仔 怎樣去做到它最漂亮 還有現在做這些甜品 完全是真的不同 還有譬如說 好像拍節目一樣 和真的喜歡做蛋糕 又是不同的分別 但如果我自己來說 我也是喜歡 自己 好像躲在一間房間 自己在那裏做衣服 我比較喜歡 我比較喜歡 好了 我把它分開 再用來拌下去 然後現在要倒進蛋糕模裡 我就要放牛油紙 我想你們都知道是怎樣 好 好 再放進去 好 上個星期就很開心 為甚麼呢 因為 因為 已經報了名 又會 明年去其他地方 再學另外一種 做3D的蛋糕 那個技巧 我未做過 所以真的很期待 快點到那天 因為還要等多幾個月 很緊張 因為去學整的過程 那種生活 是很開心 因為 又不用想 平時 我要起床上班 放了中午之後 就回家 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蛋糕 但你去到外國 放假的時候 去學整的時候 你真的完全不用想 澳門的東西 又不用上班 一起床 真的就是去學東西 直到晚上這樣 所以真的很期待 很緊張 希望快點到 然後 去完回來 又很窮 窮幾個月 但也覺得 值得 蛋糕的材料 全部倒進去 個人喜好 有些人會覺得 這麼捨得 給學費 有些人覺得 沒有這樣的必要 但我去學 我又不是想 我學完之後 我要賺回那個錢 我就覺得 不是 是我自己 好像學完之後 我人生 或者看的東西 又拿到的經驗 不同 我覺得 我是賺了這件事回來 好了 180度 35分鐘 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看 四成品 已經做好了 現在 很簡單 裝飾 我拿一些菠蘿肝 放在上面 再灑一些 濾糖 完成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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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成分 菠萝 菠萝含有丰富的糖分 蛋白质 维他命A B1 B2 C 矿物质钙 链 铁 有基酸等等 菠萝里面所含的 蛋白质分解酵素 可以分解蛋白质 和有助消化 对于长期食用过多肉类 和游利食物的现代人来说 是一种很适合的生果 另外 菠萝的香味 就是来自他自己本身成分之中的酸丁脂 具有刺激吐液分泌 和促进食肉的功效 菠萝有清热解暑 生津止渴 利小便的功效 有助于覆满 消化不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